东郭先生 古时候,中山有很多狼,他们欺负老百姓,做尽了坏事。 晋国大夫赵俭子听说了之后,决定心自带兵去猎狼。 有一天,随从报告赵俭子,前方发现一匹狼。 赵俭子用剑瞄准了狼,把弓拉得像满月一样,嗖! 随着一声剑响,被射中的老狼一瘸一拐地逃走了。 快追!快追啊! 赵俭子怒吼起来,士兵们牵着猎犬,招和猎鹰朝着狼消失的方向追去。 狼边跑边回头,不由得心想。 今天,我是要死在这里了。 这一天,东郭先生牵着驴子,正在山路上慢慢走着。 忽然,他听到了粗重的喘息声。 前方出现一头狼。 扑通,东郭先生吓得爹坐在地上。 哎呀,求求你别过来,我只是个糟老头子,这里有个岔路口,我,我马上就走。 狼,像狗一样咬着尾巴,可怜巴巴地说。 先生,请您救救我,赵俭子想要杀我呢,请让我藏进驴子驼着的口袋吧,如果能够活命,我一定会报答您。 东郭先生有些为难。 这里装的都是我要用的书,但我也不能见死不救。 行,你躲进来吧。 东郭先生往口袋中装狼,狼又高又壮。 东郭先生急出一身汗,怎么都塞不进去。 不远处,腾起一阵烟尘,眼看着赵俭子很快就要来了。 请您快点帮我装进去。 狼把头低弯到尾巴上,又让东郭先生绑好四只脚。 这一次很顺利,东郭先生装好了狼, 把带子放到驴背上,上路了。 不一会儿,赵俭子来到东郭先生跟前。 请问您见到一头中间的狼吗? 东郭先生摇摇头。 中山的岔道让我都迷路了,狼或许从别的岔道逃走了吧。 赵俭子听了,招呼士兵们赶紧搜寻,部队很快走远了。 东郭先生不敢放松警惕,拉着毛驴继续往前走。 过了一会儿,袋子里的狼着急地喊起来。 多谢先生救了我,请放我出来吧。 东郭先生把狼从袋子里放出来,他想了想,还从干粮袋里掏出一块馒头递给狼说。 既然你已经安全了,我们就分手吧。 狼伸了个懒腰,用血红的舌头舔了舔鼻子。 东郭先生,你是个好人,没有你的帮忙,赵俭子就要杀了我。 可是,现在我饿得要死,很需要饱饱吃上一顿。 您为什么不帮我帮到底呢? 狼暗暗爪子,不住地打量着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想了想,才明白狼的意思。 狼啊,我是你的恩人啊,我救了你,你不该吃了我啊。 恩人,恩人。 狼叫起来。 您不能眼睁睁看着我饿死吧。 东郭先生转身想跑,狼一下子拦住他的去路,看起来完全不像饿了很久的样子。 东郭先生往后退了几步,狼紧紧盯着他。 东郭先生又怕又慌,想出了一个拖延时间的办法。 我们找三个人来评评理,如果三个人都认为我该被你吃掉,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好吧。 狼同意了。 路边有棵老杏树,它的叶子都要掉光了。 老杏树听了狼的话说。 年轻的时候,我能够结出又大又甜的性子。 人们都喜欢我,采采我的果实。 你们看,现在我老了,结不出果实了。 他们谁也不来。 所以,我只能孤零零地站在这里。 狼说得对,人类总是忘恩负义。 东郭先生,你该被狼吃掉。 狼得意极了,东郭先生擦了擦汗。 只有一个人这么说,还有两个呢,我们问问他吧。 东郭先生朝远处那头瘦瘦的老牛抛去。 东郭先生想,牛是人类的好朋友,一定会支持自己的。 年轻的时候,我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人们都喜欢我。 现在我年老体弱,主人就想把我卖掉。 人总是这样给自己找理由。 东郭先生,你就被他吃掉吧。 杏树和老牛都支持狼,情况一下子危急起来。 狼不耐烦地嚷起来。 他们都同意我帮你吃掉,你就跪跪躺下吧。 问第三个人又能怎样? 输了,你就得认命。 狼追着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躲到毛驴身后。 毛驴慌了,撒腿就跑。 老家伙,看你往哪儿躲啊。 狼哈哈大笑起来。 住手! 有个住着锄头的老人经过,制止了狼。 你这头畜生,为什么欺负读书人呀? 东郭先生急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老人。 老人用锄头敲了敲地面。 东郭先生救了你,你却想要吃了他。 狼回答。 他是想救我嘛。 他用绳子捆我的爪子,那么就不放我出来。 分明想把我闷死在不透气的口袋里。 再说,刚刚有两个人都说,他该被我吃掉。 你说的也有道理。 老人点点头。 东郭先生不明是理,竟然救了一头狼。 东郭先生脸色苍白,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不过。 老人看了看布袋子,慢吞吞地说。 你竟然能够钻进有小又窄的袋子,我觉得你在说谎。 如果你能让东郭先生再把你往口袋里装一次,我就可以为你作证。 小的。 狼真的让东郭先生把自己捆起来,钻进了袋子里。 老人挥起锄头,一下子打死了这头忘恩负义的狼。